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铁梨头已经在熊熊的篝火当中烧了半个多小时 整个梨头已经被烧得通红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铁梨头究竟有多烫呢 据资料显示 铁被烧红的时候温度在800摄氏度左右 科学实验表明 当温度达到500摄氏度的时候 皮肤只要和这样的物体有短暂的0.1秒的接触 那就会造成无法修复的创伤 烧红的铁梨头已经被挑了出来 接下来疑人鼓阵的这位奇人 就要用他光着的肉脚板去踩这个滚烫的铁梨头了 虽然铁梨头在地上放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但是此时的温度一定超过了500摄氏 那么这位奇人的赤脚能否在铁梨头上停留0.1秒 停留之后 他的脚板会不会受到伤害呢 但神奇的是他还能安然无恙地在地上行动的灯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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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热的灯热的灯热的灯热超纤热的灯热的灯热 我们清楚的看到 舌头在铁梨头上不是短暂的停留 而是漫长的滑过 我们都能听到滋滋的响声 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实话实说 表演这个绝技的奇人 他还真不是一般人 他在仪族人当中 有一个身份叫毕摩 毕摩是仪语的音译 毕是念经的意思 摩是有知识的长者 小道婚丧嫁娶 寻衣问药 农耕手炼 大道宗教哲学 天文历史 文化传承 这些事情谁不明白了 都来向毕摩请教 这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是羊毛 羊毛 羊毛 跟这个人的头发 这些并织起来 还有人的头发 在仪族村寨当中 毕摩是有自己单独的房间 作为办公室的 办公的时候 他们要穿上工作服 这是一种非常假教的衣服 是用羊毛和人的头发 织成的披风 还有一顶同样质地的高帽 帽子上彩色的飘带 代表的是毕摩的法力 飘带越多 毕摩的级别就越高 毕摩的办公用品也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物件 有老鹰的翅膀做的法器 有挂着葫芦的藤杖 据说老鹰和葫芦在遗族人心目当中 都有驱邪避灾的作用 这么多神秘的事物凑到一起 到底哪一件和揭开人体不怕烫的奥秘 有着直接的关系呢 接受我们采访的毕摩法师说 毕摩的传承是靠父传子 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这中间的奥秘是不能被外人所知的 看出我们的遗憾 毕摩提出要请我们尝一尝 遗族的烤灌茶 哎呦 太荣幸了啊 毕摩今天请我喝茶 不过这个喝茶我看有很多门道啊 把这茶搁在这一个罐里头 搁在火旁边要烤 这是为什么呀 就香 烤了香 烤了香 把茶叶放到土罐里 在火塘边烘好 能够让茶叶更好地散发香味 这事对于咱们来说还好理解 可是在遗族的毕摩法师这里 这样的茶叶还不能马上冲泡 这里面还要再放上一种奇怪的原料 盐 这就让我们想不明白它到底要干什么了 要放这么多呀 放小一点啊 你看 起了变化了 那个盐和这个茶叶现在好像把它稀释掉了一样 哎呦 这 这也太咸了吧 没错 咸是每一个人喝遗族烤罐茶的第一感觉 这还不算完 之后还有无尽的苦在等着您 不过您要是知道了喝这种茶的妙处 那您再苦再咸也能克服 我们一周这样的茶 第一杯呢是稍微有点苦味 有点苦味 有点苦味 但是最清凉 最清凉 最好呢是第一杯 你在牙齿痛或者饮后痛的时候 喝了那么一碗的话 马上就好了 对了 我刚想起来了 这我还真得喝了 因为这两天啊 到了咱们这遗族这儿啊 我觉得吃的还挺辣的 我这么能吃辣 吃完了之后 觉得嗓的有点疼 然后呢有一点发炎 喝了这个是不是有效果 相当好呢 您是相当好 相当于喝了 我再喝了 口死我了 我现在觉得是心理作用的呢 还是真的不疼了 真的不疼了 您看见没有 一杯茶下肚 这位嗓子也不疼了 精神头也来了 也不说这茶苦啊 咸了的 碧魔这烤罐茶 真的就这么灵验吗 其实煮茶治病这事儿 咱们的老祖宗神农士 就曾经尝试过 碧魔法师为我们冲茶 实际上是他们能给人治病的 最生活化的一种表现 由此我们也可以猜测 一个崇尚火的民族 他们一定有着某种 可以驾驭火的神秘技巧 虽然我们无从知晓 但是我们相信 赤脚踩滚烫的里头 这样的奇观一定是真实的 在伊人古镇当中 这样神奇有趣的事情 还远不止这些 怎么样 看了刚才我们这个短片 您是不是觉得也惊心动魄的 说实话 我到现在还觉得 有点没缓过神来 您看这个皮肤啊 直接它就和烧红的铁里头接触 光是想想就觉得挺危险的 因为像我们平时啊 这个冬天呢 都会用那个暖手宝 如果它的温度太高的话 我们都会感觉到受不了 可人家用这个呀 直接就把皮肤和烧红的铁里头接触了 真的是堪称梅 奇人了 好了 说到这呢 还是要跟您问声好了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 就是云南卫视 每天中午为您精彩呈现的 旅游新时空 我是主持人秦梅 那今天我们要带您去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我们云南楚雄的这个 宜人古镇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演出呢 也就是在宜人古镇当中 宜人古镇呢 是我们云南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景点之一了 它呢就在这个楚雄的室内 从昆明乘车到大理 丽江必经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如果您有时间到宜人古镇的话呢 就可以体会到哪浓浓的这个遗族风情了 您说咱们这个现在的年轻男女谈恋爱啊 女孩子把男朋友带回家见父母是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在遗族不行 这是对父母的不敬 那他们谈恋爱到哪去呢 就在我现在的这个房子里边 每个遗族村寨啊 都会为恋爱中的男女 专门建造一所房子 让他们用来谈恋爱 叫姑娘房 在云南楚雄的遗族人家 姑娘长到十六七岁之后 就要离开父母 搬到姑娘房来居住 白天回家干活 晚上姑娘房 就是他们仿杀织布 或者跟小伙子约会的地方 这么听起来 姑娘房倒更像是遗族的女生集体宿舍 但是让人好奇的是 这宿舍里除了一张床之外 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这遗族的年轻人 到底是怎么谈恋爱的呢 是我 你看我现在呢 就乔装一下这个遗族的小伙 我就特想知道 这遗族的年轻男女 在这个姑娘房里 是怎么谈恋爱的 这坐哪坐这 这不好吧 没事 坐 坐船上了 姑娘房的确是遗族姑娘和小伙 谈恋爱的专用场所 年轻的情侣在这里天南地北 甜言蜜语 怎么聊都行 谈到情投意合 就可以走向婚姻殿堂了 但是谈归谈 可有一样 不能有身体上的任何亲密接触 哪怕是摸一下手 那后果都是不堪摄像的 哎哟 哎哟 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 而这个姑娘房呢 也是这个女方的父母呢 专门为她而准备的 因为这个遗族是一个崇尚自由恋爱的少数民族 那么就在我们体验完了他们这些非常有趣的风俗之后呢 是不是也该好好的去品尝一下这个遗族的美食呢 那还等什么 让我们赶紧走吧 云南楚雄有一座疑人古镇 小桥流水 灰瓦白墙 水车轻转 鸟语花香 那一份清幽的韵味 直追丽江古城 也不比江南水乡逊色 但是在这里 最让我们兴奋的是 我们找到了很多具有楚雄地方特色的 好吃的 哎哟 干个火 哎呀 真暖和 你看这云南楚雄啊 虽然说是四季如春 可是到了冬天啊 早晚温差大 早上起来也挺冷的 你看人家有办法 早上弄个大碳盆 哎我也借借火暖和暖和啊 哎这怎么不让烤了 你看巴巴都死了 这里边有烧饼啊 哎哟 做早饭呢 嘿 我的天 这块熟了吧 这颜色可太诱人了 颜色诱人还在其次 关键是这些金黄色的饼子 在炭火的烘烤下冒着气泡 散发出混合着鸡蛋 油酥 面粉的震震香气 惹得我们所有人都鸡肠鹿鹿的 一打听才知道 这就是储雄当地 一个叫石阳的地方 有名的小吃 椒盐饼 这刚出锅的椒盐饼 我还没吃早点呢 快快快来一个 看着就 哎呦 太酥了 这么酥啊这饼 这椒盐饼做的也太酥软了 你看我刚拿在手里 它就要自己要好像断开了一样 我的天 我还把这块吃了 吃了烧饼 还有什么好吃的呀 还有菜盒子吗 菜盒子 菜盒子不新鲜啊 新鲜的吧 不就是圆圆的 找到给我脸吃的 里边有菜啊嘛 那有什么可新鲜的 我们家的菜盒子 跟你吃的不一样吗 啊不一样 我去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呦 这是菜盒子 不会吧 这不是蛋糕吗 这跟我以前吃的 结年不一样啊 那这菜在哪呢 尝一口 啊 这里边还真是菜 然后外面这皮这么薄 那这个菜是怎么 装到这里边去的呀 这问题还真问着了 您说楚雄这里的菜盒子 模样长得怪也就罢了 它还偏偏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 它这个馅到底是怎么包到盒子里边去的呢 为了掌握这个核心技术 我们的主持人也跟人家一起 卖起早点来了 菜盒子菜盒子啊 现出锅的菜盒子 有吃的没有 你看做这菜盒子 这个东西很好玩啊 这怎么看着越看越像那个 打散白酒的那个勺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面啊 盛到这里边去 在锅里炸 可是 这菜 是怎么放到菜里边去的呢 您给我讲讲 这怎么弄啊 这个 原来做楚雄版的菜盒子 需要这样一个金属的勺子 先把勺里装满面糊 然后放到油锅里 这时候油千万不能没过勺子 等到勺里的面糊 最外层凝固之后 马上拿出来 吸的面糊倒出来 勺里留下的就是菜盒子的外壳了 这个时候 咱们再添上馅 裹好面 楚雄版的菜盒子 就算完成了 行了 这次我明白了 我也来做一个菜盒子啊 这仪式的菜盒子 简单 放好 没放好啊 填满点 给的量少了 是吧 这边不能有 这边不能有 我不是学徒吗 刚来 就是说 一会儿我自己把这吃了 你看我做这个 明显不合格 哎呀 你真等了 大早上起来就被骂一顿 真不容易做早点 古镇午餐 羊汤锅 清水煮出 嫩羊肉 锅已经开了 您看这全国各地啊 哪都吃火锅 爆了褚熊 人家遗族人也吃火锅 这锅都开了 这羊肉怎么还不上来啊 怎么回事啊 这锅都开了 呦 这羊肉在里头了 这就赶紧给盛住了 这煮这么上 人家不煮老了呀 吃云南楚雄的 这个羊汤锅 最不怕的 就是羊肉会煮的不嫩了 因为羊汤锅里的羊肉 在下锅之前 是经过加工的 不过这个加工程序 极其简单 就是烧上一大碰清水 把羊肉放进去就行了 您别觉得工序简单 没有调料 做出来的羊肉 准有山味 恰恰像饭 就这么白水煮出来的羊肉 切一片放到嘴里 这么一尝 你看别说 这光用白水煮出来的羊肉 就这么好吃 楚雄的白水羊肉好吃 关键是这个羊肉好 全是纯野外放养的黑山羊 您想 这么好吃的羊肉 配上甜甜的清泉水 熬出来的高汤 在火锅里这么一煮 绝对是功夫越长越好吃 在宜人古镇里 像羊汤锅这样的 楚雄地方特色美食 大大小小算下来 得有几十种 不过偏偏到这下吃饭 可麻烦 您得有点胆量才行 因为人家这的刀 都架到咱脖子上了 古镇晚餐太诱人 刀山火海也要闯 吃顿饭从刀口底下过还不算 还要再跨过火盆 最后是被一群姑娘拦着劝酒 不喝过得去吗 不能进去啊 后边还有五道呢 我混过来了 这是要吃什么大餐 这么费劲呢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为了这盘鸡 到了楚雄的宜人古镇 当地人跟我说 这有一道菜叫做酱油鸡 必须让我尝一尝 就是这个 我一看 这酱油鸡 没什么新鲜的 不就是白条鸡 放点酱油 放点辣椒吗 这能有多好吃啊 我尝尝 哎呦 我还真就走眼了 这鸡可不是一般的鸡 咬到嘴里 像豆腐一样 特别嫩 这怎么做的呀 这东西 一个白斩鸡蘸酱油 就能把这好吃成这样 这是真的吗 跟你说 绝对的保真 因为在云南楚雄 出产一种特殊的鸡 这种鸡从小就被做了绝育手术 所以长大之后 这鸡的肉还是细细嫩嫩的 而且楚雄人还为这种鸡发明了一种专门的做法 就是在不太开的水里边煮 煮的时候 还要经常的滴了出来 说简单点吧 这鸡是被烫熟的 这还不算完 楚雄这里还有一样特产 也被用到这道菜上了 就是吃鸡的时候 站的这个左脸 酱油 两样地方特产 外加一种独特的做法 造就了楚雄酱油鸡的绝对美味 在楚雄吃酱油鸡 您还可以配上这样美食 这炒鸡的做的真漂亮 一粒一粒的金灿灿的 真好看 我尝尝好不好吃 这不是炒鸡的 这长得像炒鸡的的东西 其实跟炒鸡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楚雄的一种特色美食 它的原料是大麦 煮熟的大麦配上蔬菜丁 加上火腿 腊肉 在锅里一翻炒 香喷喷的一盘炒大麦 就做得了 这是大麦炒的 这个新鲜 平时真吃不着 这好 为了一顿晚饭 费了半天劲才进来的 哪能一盘酱油鸡 一碗炒鸡的就给打回来 当然不会 宜人古镇为游客推出的这个遗族风情特色晚宴 您可以一边品尝美食 一边观看表演 酒足饭饱之后 您最幸福的时刻也就该到了 因为在现场观众当中 有三位将被选为新郎 去寻找自己喜爱的遗族姑娘成亲 您瞧瞧 这只是认错人了 就被折腾成这样 这要是上错床了 后果会什么样啊 来 杨家人送后领 小伙子在这边就要进去 什么呀 这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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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要进了 这就是遗族的规矩 想当人家的新郎官 您就得舍得黑一下这张脸 行了 别喊了 赶紧背着新娘子 入洞房吧 其实现在说到这个宜人古镇 它实际上已经是一个 既旅游居住 还有一座文化展示的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朋友们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到那去走一走 看一看 如果时间多的话 还可以多住几天 好好地感受一下 不一样的宜家风俗 而且在那儿呢 每天晚上 这个遗族古镇里 有一项最传统的遗族活动 叫做跳脚 不仅这气氛非常的好 而且呢 参与性也非常强 相信呢 电视机前的您啊 一定会喜欢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一聊 有关秋天的事了 秋天呢 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季节 是一个收货的季节 那这不啊 我们云南玉西市的 华宁县甘菊呢 也熟了 正等着你现在去收货呢 为此呢 华宁县也在今年的9月9号呢 举办这个2011的一个 柑橘旅游文化节 接下来我们还是赶紧到这个 旅游文化节上去看一看吧 由中共华宁县委 县人民政府举办的第九届云南华宁甘菊旅游文化节 将于今年9月9号 在华宁县拉开帷幕 在为期三天的节目里 你将会尽情地享受到丰富多彩的 以由全乡华宁 遇珍稀温泉 凭早熟秘菊 赏千年古陶为主题的旅游大餐 届时游客朋友将观赏到华宁的群乡风光 体映到华宁的狗陶文化 游览华宁甘菊蝉兰的万牧菊银 还可以品尝华宁吹锅的长街印 游客朋友还可以亲自参与 我们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艺活动 我们诚挚地邀请社会各方朋友 届时到华宁观光旅游 我们将为大家提供热忱的服务 在节日期间 您可以体验一下独具特色的 华宁吹锅长街宴 领略一下具有中华第一铜吹锅的独特魅力 品尝一下华宁不一样的美食 在散发着浓郁清香的万牧菊园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全国最早成熟的华宁甘菊的美味 此时你尽管放弃你的思问 丢掉你的矜持 放开胸怀 轰轰烈烈的大吃特吃一番 吃到你牙酥吃软 对着那些诱人的金色果子 只有感叹的时候 你就会体会到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满足感和无力感 华宁的橘子红浪 等你来收获 看着这些华宁的橘子 说实话 我也感觉到我的牙齿是酥酥的 酸酸的 真的是有点望眉止渴的感觉了 那在这个节日里呢 除了您刚才看到的之外 您其实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生态摸鱼 寻找一下儿时的乐趣 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候 同时还可以欣赏一下全乡华宁呢 自然清新的弹拳风光 和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宁陶制品 玩累的话呢 还可以非常爽的去泡一下当地的温泉 这么看来 是不是可以在那里度过非常不错的一个假期呢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在这里还是非常感谢您30分钟的守候 明天中午12点 旅游新时空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